第三天的台湾理事官来重要的地区一件 毕竟要和小朋友从小巷就开始来设施第一文化 台湾国小每一学期都会安排到地区课程 就连近日了四日 学校也会向教育部来建筑建议 除了说要关心在地的三个文化 也希望担在三个小朋友 可以暂时放下设计电脑和看电视 做会就过一个重视的宿舍生活 然后用那个招针检视槽 这度老师说一个动作 小朋友就做一个动作 这天不再接受地区的下行人了 反而做不对 有人是顺问当欧 有人是不惜头看旁边 看来出来的大家是相当紧张 为了买到地区主题 自小孩就是带你故乡的三亚文化 第三天大碗国小 都会跟第一个老师合作 基盘自动第一个音色 因为有时候暑假在家里很无聊 来上课就会感觉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我家是种茶的 所以呢 学茶道对种茶量而讲 是一举两得 那因为大安地区本身是茶区 学生对于茶的部分算是相当的熟悉 那学起来也非常的有兴趣 有在第三天大碗里的生日大碗 大碗国小 全好学生人没有到50人 不过他们用心安排 可能都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就算要在四个期间来学好上课 学生人都抱着欢喜的心情 来学习新的东西 自从李市长教我要怎么用茶碗泡茶 要怎么泡出好喝的茶 突然觉得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 本来我以为那个碗是拿来吃饭的 然后心里在想说那到底要怎么泡 然后听李市长的解说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茶碗它很容易降低温度 所以我们的水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要一直让它开着 不能让它冷掉 他里面有一个圆圈圆有没有 小朋友自小孩就能泡河泡地基礎 不然让他们了解自己心中故乡的文化 也让第三页可以英雄团形 所以学习过去初级第二个小朋友 第二个老师也特别安排不一样的库定 希望让他们这一步实在地文化 茶可以藉由任何的器具 任何的器皿来做 冲泡的动作 那往后让他们也尝试到这方面的时候 他们能更加的认识我们台湾茶 可以藉由器皿的冲泡方式 来更加认识更多更多的知识 对那第二个演示 国书法导演和社区参访的角色固定 看到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充满适用 相信这次赢对固定 让大家都可以留下快乐和难忘的回忆 记者王主族长报道